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在这里讲道 感谢主给我这次美好的机会 让我可以在这里和各位分享神的话语 愿神的平安归于各位 今晚真的是神的恩惠 让我可以在这里和各位分享今晚的主题 你把它放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主耶稣 祂去世之后三天后的情况 他的门徒在星期前的早上来到主耶稣的墓园 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 所以他们没有在星期六的时候去主耶稣的墓地 犹太人遵守安息日 就像我们真耶稣教会一样 我们同样是遵守安息日 各位你知道这个主题就是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的吗 你把它放在哪里 让我翻开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五节 在耶稣的名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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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他 女人 为什么你会罵 谁是你所望的 认为他所望的 认为他所望的 他说 Sir 如果您有带他 请我 我会把他拿起来 我会找到他 玛丽亚问了这个问题,你把他放在哪里? 今晚我用这个主题来讲述,因为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把主耶稣放在哪里? 在一早的时候,玛丽亚来到坟墓外面来找寻主耶稣,当她发现主耶稣的身体不在那里的时候,她就感到一阵悲伤,她在想说主耶稣的身体去哪了? 那在之前,她看到主耶稣在石架上死掉的时候,她非常地忧伤。 那现在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那她听到有人问她说,为什么你在哭,那你又在找什么呢? 那有人就,一个人就想她说,她可能是个看员的,她就认为有一个男的是看员的。 那玛丽亚看到这个男的之后呢,就对她这么说, 那你是把主耶稣的身体放到哪里呢? 那如果你知道主耶稣的身体,那我会交给我,我会把她再放回墓地去。 那从这一段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玛丽亚的愚昧。 她那时候已经忘记,主耶稣之前和她讲了什么。 主耶稣说到说,在三天之后,我将复活。 的确在第三天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了,那她的身体也不自在这墓园。 当玛丽亚看到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里的时候, 那她当时应该是要知道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那其实我们都是愚昧的。 那这些人,她其实都已经忘记主耶稣之前教导他们什么。 那他们看到主耶稣在十架上死掉。 他们感到非常的悲伤,因为他们的希望变成无望。 那之前所讲到的永生的生活其实都不见了。 天国好像跟着主耶稣一起不见了。 那他们之前的信仰都变成像神话故事一般。 那事实上是主耶稣已经升起,那我们现今也非常知道这个事实。 那其实很多信仰呢,就像玛丽亚和耶稣的门徒一样。 那在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着墓地里面呼喊玛丽亚的名字。 只有在那个时候,玛丽亚才知觉说,那个男的不是看缘的,而是主耶稣。 玛丽亚拥抱主耶稣因为她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主耶稣是活着。 那主耶稣就这么跟她说, 你去跟其他信仰讲,我已复活。 不需要再哭,也不需要再哭,也不需要悲伤。 这不是一场梦,主耶稣其实已经从死里复活。 然后在他们面前显现。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因为假使主耶稣没有死里复活的话,我们相信的一切都是突然的。 其实就是归为一般的神话故事。 非常可惜是,其实有很多信徒都不了解这一点。 他们其实就像当时的玛丽亚和耶稣的门徒一样。 他们以为主耶稣死了,他们之前所有的主耶稣教导的东西也跟着主耶稣一样不见了。 他们的生活就是无妄的,就是假的。 同样,今天我们也接受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主。 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个喜乐来表现出来。 还是呢,我们是感到非常地忧伤,非常地担心。 在问你,你把主耶稣放在哪里? 我会想分享三个地方,我们把主耶稣放在哪三个地方呢? 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会把主耶稣再放回祂的目的。 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十三到十五节。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看来传続来十四处。 十四。 在这里讲述到主耶稣跟着门徒离开耶路撒冷来到以马褚师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呢 因为他们见证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丧时 因为他们非常悲伤于是就决定要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想说也顺便地把他们之前的信仰 给抛弃 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在这世上 因为主耶稣现在的身体就在目的里 感谢神主耶稣打开他们的眼 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讲话的男的 其实就是主耶稣本身 那在一起吃饭的这个人呢 就是主耶稣本身 那因此呢他们的心又变得非常的热忱 于是呢在隔天的一早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你看他们其实就像玛利亚一般的愚昧 他们也不记得当初主耶稣教导他们的什么 那他们的作为呢 其实就像把主耶稣重新再放回他的墓园 那如果主耶稣没有在他们眼前显现 没有打开他们的眼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把主耶稣放在哪里 你相信主耶稣还是死的吗 他还是在他的墓地吗 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 那谁会听我们的祷告呢 那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很可悲吗 你还是想主耶稣还是在墓地里 那圣经和圣灵同样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以死里复活圣天 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的证据 他会把圣灵降下证明这个神是活的真神 于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勇气 还有这个信仰 能够在这个信仰道路上行走 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 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耶稣再放回祂的目的 那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放置我们的主耶稣呢 第二个地方就是你可能把主耶稣又放回十字架上 然后翻开希伯来书 第六章 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 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 第五 六 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 教导我们该学习的 我们千万不能把主耶稣重新放回十字架上 让祂再死去一次 这对我们的信仰是蒙羞的 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这样死去一次 就是为了能够完成救赎的计划 但是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可能又把主耶稣盯到十字架又一次呢 就像这里所说到的 如果你离弃道理 你就是把他放回十字架上 那你就是明明地羞辱他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被蒙了光照 还有我们这些已经尝过圣灵的应许 我们千万不能离开我们真教会所教导的真理 我们假使离开真理的话 我们就是不相信我们教会所教导的 那更糟糕的就是我们就违背我们真教会所教导的真理 事实上你就是违背真教会所教导的真理 事实上你就是违背真教会所教导的 如果你这样行的话 那你是大大的损失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那你完全不畏惧主耶稣来的权柄 而且也没有显示任何的悔改 那就像他的门徒 他在跟随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起初的时候他们就在喊呼说 请拯救我 那在不久之后呢 同样的一群人又在那里喊叫说 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那这些人呢其实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尝到这个天恩 当初主耶稣在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 这些人其实都在场见证到这件事情 这些人其实就在主耶稣赶魔鬼 然后医治这些生命人的时候 他们可能其中就 他们就其中一员 那他们见证到这个主耶稣的权柄 但是到关键时刻呢 他们却拒绝了主耶稣 在这里警告我们 在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 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很多神迹 但是透过阅读圣经 或者听讲道 或者透过领受到圣灵 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你应该明导说我们找到了真教会 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绝对不能离开这真教会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违背这真教会 所教导我们的真理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我们信徒会想要离开这个真道 或者是呢 不仅离开 而且还要违背的真道 那这些人呢 其实是被这种假的假道呢 给蒙蔽了 那主耶稣呢 也跟我们解释这些欺骗是什么 那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然后是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中呢 假使你看到神迹的话 你就会相信神也会在那里 但是他们却忘记说 假基督 假先知 他们也是可以同样行神迹 那我们假如回说到摩西在埃及地的时候 那摩西呢 在法老面前行神迹 那同时间呢 那些术士呢 也是在行一些迹象 但是如果我们是单单相信我们所看到的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很容易被带偏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呢 这个神迹的确是从神而来 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判断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相信任何的灵 也不要被他带偏 那我们其实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的灵 圣灵呢 其实是真道的圣灵 那在行神迹的人身上 他所说所行的呢 是不是根据圣经上所讲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仰 建立在圣经上所提出 或者是我们要学习这些 在讲台上传道所讲的 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 这些其他灵给所欺骗 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向神祷告 让祂能够保守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谨记不要远离真道 也不要争造相违背的事情 如果你再次把主耶稣 钉在十架上面的话 这将是你大大的损失 那我们还会把主耶稣放在哪些地方呢 第三个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会把主耶稣放在高山上 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四节 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 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 大家也提到说呢 彼得、彼得、雅各和约翰呢 他们就来到了高山 那在这高山上面呢 他们体验到最完美灵性方面的经验 那他们经历到在这个山上 看到主耶稣变相 那主耶稣在这个山上呢 显现祂的真面目 祂这个是最荣耀的神 如果我们是能够真正看到这一幕的话 那我们也会说彼得所说的话 他就说到说 在这里真美好 让我们能够继续待在这里 让我们能够经验这美好、这平安 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话 不是很美好吗 那当然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这改变的话 也是有祂的目的存在 主耶稣想跟他们讲说 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他们必须要从这山上下去 要跟人们讲述说 他们看到了什么 要跟他讲说 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到 但是彼得却搞错了 他是想说 他把主耶稣永久地放在高山上面 而且他也不想下来 那现今的我们呢 也可能把主耶稣放在高山上 因为这样子 我们只想要这个荣耀 我们只想要这个神迹 我们只想要从神来的平安 我们不想要尽我们的责任 那在接下来的路程 当我们在下山的时候 其实就在这路上呢 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架 这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 彼得知道说 当你要走这个主耶稣的道路 其实是充满了迫害 逼迫 他会困难重重 他会有各种的磨练 如果呢 他不是走这个 带领到他十架的道路上 他就没有办法 见证到这荣耀的改变 那他也不会有这个 可以进入的天国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点 所以我们走的那条路呢 一定是要带领我们到天国 而且是在三脚下 让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 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主耶稣呢 其实要我们背起这十架 让我们能够跟随他 我们其实不只要背起这十字架 只有一天的时间 其实我们要每天背起的十字架 那我们再翻开 同样的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Then he said to them all If anyone desire to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If we truly want to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our Lord Jesus 如果你是真实想要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Every day in our life of faith We must keep up to the teaching of our Lord Jesus 每天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要紧紧跟随主耶稣 It is not easy unless we are prepared to deny ourselves first 这肯定是不简单 除非你要就是否认主耶稣 除非你要否认自己 There was a story about a devourced Christian Who was complaining about his cross being too heavy to carry 那有一个这么故事 他是提到说 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觉得他自己背的十字架是非常地沉重 He said And other Christians live a life so smooth 他说到说 我看其他的基督徒 他们的生活好像非常地平顺 Whereas I met with difficulties after difficulty 但我的生活却困难重重 It is true that in his church There were some members that are so blessed But where some were suffering 那的确是 那教会当中呢 有一些信徒呢 他的生活是非常地备受祝福 但是有一些信徒呢 却是在这个磨练当中 And so therefore This devourced Christian complained to the Lord Why you are so unfair 那这个虔诚的信徒呢 于是就向主耶稣抱怨 为什么你那么不公平 We are all your children Why is that I'm carrying such a heavy cross 我们都是你的孩子啊 为什么我要特别背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In the midst of his complaining He fall asleep 那当他在这个 跟主耶稣抱怨的时候呢 他就睡着了 And then he saw an angel speaking to him 那他看到一个使者 在跟他说话 Are you complaining that your cross is too heavy 你在抱怨 你的十字架是非常沉重吗 Do you want to exchange for another cross 你想换一个十字架吗 He replied oh yes 他说好啊 And so the angel said Pick up one for yourself Among these crosses 那那十字就跟他讲 十字就跟他讲说 这里这么多十字架 你随便挑选一个吧 Yeah So first he saw a bright and glittering one which was made of diamond 那首先呢 他看到一个非常闪闪发亮的十字架 那他是用钻石做的 那这个基督徒呢 他就说 我可以选这个十字架吗 And the angel said Sure it's your choice 使者说 当然啊 你的选择 Yeah he picked it up But he couldn't Because it was too heavy 那这个呢 基督徒他尝试着想要把它抬起来 但是太重了 他抬不起来 Yeah so it was too heavy Even to pick it up And so how could he carry it 因为它太重了 都抬不起来 那他怎么背着它走 So I cannot lift it up So the angel said Choose one that you can 那那基督徒就说 Oh 太重了 我拿不起来 那那个使者就说 那挑一个你可以拿得起来的 So he saw one that was made of gold 那他就看到一个十字架 是用金做的 And he tried to pick it up And he could lift it up But it's too heavy to carry 那虽然他可以把这个 金座的十字架给抬起来 但是他没有办法背着它走 Yeah so he put it down And choose a silver one 于是他把这个金座的十字架放下来 于是拿起了一个银座的十字架 It was lighter But carrying it was a bit 那这个银座的比较轻 但是背着它走 还是比较困难 And lastly he saw one that was not too appealing But it was the last one 那最后呢 他看到一个 不起眼的十字架 那也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 So he chose that cross 于是他就选择那个十字架 He felt it was light enough to pick up And it was easy to carry 他拿起来的时候觉得 够轻 那也 也蛮容易可以背得走 Okay I will choose this one 于是他就说 好 这是我的选择 This cross is suitable for me 那这个十字架 对我来说是最适合的 Then the angel said 于是使者又跟他说 Brother Isn't this the same cross that you were carrying it before 弟兄啊 这不是你当初 背这个十字架吗 Yes Let's turn it to First Quarantian Let's turn to First Quarantian Chapter 10 verse 13 让我翻开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的十五节 四三节 No temptation has overtaken you Except as a common to man But God is faithful Who will not allow you to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are able But with the temptation will allow will also make the way to escape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bear it 神是信使的 必不叫你们 受试探过于 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 一条出入 叫你们能够 忍受得住 All of us have different environment 那我们都身处在 不同的环境中 We all have different problems 我们生活当中 都面对 不同的问题 And so therefore our cross is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所以呢 我们所背的十字架呢 跟其他人 都是不一样的 Yeah Our Lord Jesus said Our God is faithful 主耶稣提到说 我们的神是信使的 And He will not deceive us by putting us in chains 那祂不会欺骗我们 祂不会使我们蒙羞 Yeah And He will not purposely add on suffering for us 那祂不会故意 增加我们的受苦 And He will not let us suffer for nothing And let people laugh at us 祂不会让我们 无目的地受苦 祂也不会让我们 成为别人的笑柄 Yeah We will able to bear it 我们这些苦难呢 其实都是可以承受的 Yeah This cross is the one most suitable for us all 那这些磨难呢 其实都是我们 可以承受得住的 Yeah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continue to walk on the path With courage And with faith 我们主要做呢 就是继续在这个信仰道路上 有这个勇气 也有这个信心 But if we aren't able to bear it Tell it to our Lord Jesus 但是呢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讲 That God will And then God Paul said that God Then will make a way For you to escape So that you'll be able to bear it 那神呢 必定会为我们 开一条路 让我们能够承受之助 So let us not place Our Lord Jesus On a high mountain So we don't have to bear it 把主耶稣 放置在高山上 Yeah To receive glory The glory of transformation One must pass through The path that leads to the cross 在我们得到的荣耀之前呢 我们必定要经过着磨难 Yeah So where is the correct place to put our Lord Jesus So where is the correct place According to what our Lord Jesus said The way we should 那我们把他放置的地方 应该就是他跟我们讲 我们应该把他放在哪里 Let us turn to Revelation Japter 3 verse 20 让我们翻开启示录 第三章第二十节 RevelationJapter 3 verse 20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Behold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If anyone hears my voice And open the door I will come into him And dine with him And he with me 二十节说到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的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See our Lord Jesus is knocking Is knocking 你看我们的主耶稣 正在敲门 He's not knocking at the door of our house He's knocking at the door of our heart He's knocking at the door of our heart He's knocking at the door of our heart He wants us to open the door of our heart to let him in He wants us to open the door of our heart to let him in He wants us to open the door 在我头上 不只是想想罢了 It is not much help If we just talk about it 如果我们是单单的 只是在说说而已的话 那其实没什么用 It is not good enough If we can memorize The whole Bible in our head 那即便是我们把整个圣经都背起来 其实也没有多大用处 It is not good enough 其实把整个圣经背起来 也不够 也不够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have a Lord Jesus in our heart 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主耶稣 能够在我们心里 让我做一个总结 能够把主耶稣 放在正确的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把主耶稣 放在正确的位置的时候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 你来到教会 就不会是一个负担 It is a joy to endorse our covenant with our God 那其实呢 就是能够重新更新 我们的信仰 And doing holy work It's not a burden 那做圣工呢 它其实也不是个负担 It is our joy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to our God 那其实呢 能够履行神的责任呢 其实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 那三个地方呢 我们不应该放置主耶稣 第一呢 我们不应该把祂 重新放回祂的目的 第二呢 我们不应该再把主耶稣 重新放回十字架 第三呢 我们不该把主耶稣 置于高山上 这些呢 其实是三个错误的地方 来放置主耶稣 能够把主耶稣 放在我们心里 其实是最好的地方 愿神祝福各位 我今天就讲到到此 所有的荣耀都归于我们主耶稣 阿们 我们唱诗三百四十一首 三百四十一首 有后来 你看幸福 希望你可以是атов door面的人